大家好,台媒体证实,台湾中科院的九棚基地连续两天试射导弹 8号进行了陆对空导弹试射 今天从基地又发射靶机 在另一处发射导弹经拦截 清晨5点35分,准备多日的九棚基地发射了两枚靶弹 根据射击通告内容,中科院公告的射击时间是8日至10日 射击时间和管控范围与昨天中午均相同 射击危险范围从屏东的九棚基地向东至蓝宇绿岛东方海域 最大弹道高度25000尺,搭配无人机侦兆任务 昨天试射的是熊2E增程型的巡航导弹 下午的两点多在九棚基地进行了试射 弹道高度标注25000尺 下午2点在九棚基地依照通报发射导弹 导弹以45度方向朝台湾东部海域飞去 拖着白色烟雾尾巴,导弹飞向天际 周边也有台湾民众进行试射 台湾的军方昨天也证实在澎湖有渔船 在下午发现解放军悬号153导弹驱逐舰 未开启雷达定位,在公海迅速朝台湾的东南驶向 经查后是中国西安号导弹驱逐舰 隶属于解放军东海舰队驱逐舰第六支队 解放军的西安舰的导弹驱逐舰 是解放军的第六艘052C型导弹驱逐舰 装备有相控阵雷达及垂直发射系统 现服役于东海舰队第六驱逐舰支队 昨天上午由中国的厦门出海 在澎湖地区巡逸,很有可能与这次台湾 进行的导弹试射有关 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维巴赫 在8号表示,若台海发生战争 美军的首要任务是集中精力 击沉中国的船只 军事新闻网站也报道 8号在科罗拉多州奥罗拉 举办了美国空军及太空协会战争研讨会 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维巴赫出席 会议中维巴赫指出 前众议员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时 解放军把船舰都部署在台湾的东侧 作为一种封锁的手段 解放军试图利用船舰上地对空导弹 创造出反介入驱拒止区域 因为进入有被击落的风险 来降低敌军战机飞用 维巴赫表示 尽管美国仍将贺阻中国 武统台湾列为优先事项 我们劝告中国不要试图以武力夺台 但要贺阻无效应该怎么办 维巴赫直言 我们必须击沉中国的船舰 击沉船舰不但是太平洋空军的目标 也是任何将射入这起冲突的外国军队的主要目标 维巴赫强调 为了应对可能发生的地区性冲突 美国籍盟友军队正在计划 并加强共同演练次数 他麾下的空军连队经常在许多岛屿之间 演练疏散机组员和战机的战略 今天的美国CNA也报道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中国的抖音带来的国安危险 持高度警戒 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瑞一在当地时间周三 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听证会上的背询时坦言 TikTok可能被中国用来当作 形塑对台舆论战的工具 那委员会副主席卢比奥在听证会上质询 说TikTok的海量资料 是否会被北京当局广泛掌控 以及在潜在的台海战中 被作为具有高度价值的影响力工具 瑞一给出了肯定的答复 瑞一表示 我认为美国人民需要了解的是 关于我国非常神圣的一个信念 那就是私人和公正领域之间的差异 这条界线在中国共产党的运作下并不存在 卢比奥说 TikTok所产生的巨大国安威胁程度 是我国过去前所未见 那么TikTok的首席执行长博斥 说中国政府从未向公司索取过美国使用者的资讯 强调即便政府要求 他们也不会提供 美国除了明令禁止联邦机构使用TikTok 参议院12名跨党派议员日前进一步提出 商务部可在TikTok与其他外国技术 对美国构成国安威胁时禁用 今天华尔街日报也报道 中华电信台湾马祖两条海底电缆上个月连接中断 造成了马祖居民的通信受到影响 电缆中断使得家人无法联系 商业只能用现金交易 数十年来 距离中国海岸不到50公里的东银岛 居民一向生活在台北和北京之间紧张局势边缘 过去一个月 岛上的居民体验到当台海战争爆发冲突时可能发生的情形 2月2号一艘中国的渔船破坏了一条连接东银岛和台湾本岛的海底通信电缆 6天后台北马祖间另一条海岛也被一艘中国货轮勾断 台马两条海岛全断导致了马祖列宇上许多居民没法通过网络进行连接 网络银行也被中断 收行系统的当机迫使当地的商业活动重新依赖现金交易 当地的主要经济支柱旅游业弥漫不安的气氛 马祖居民表示 没有人相信如今能发生没有网络连接这种事 14条海底电缆从台湾本岛延伸出来 其中一些电缆埋在海床下约两公尺深的地方 这些电缆都是光纤线路 提供台湾本岛95%的数据语音传输 以及提供大部分的亚洲地区网络连接 军事专家分析一旦台海战争爆发冲突 北京初期将封锁这些海底电缆为目标 从俄乌战争中可以看到 小国面临入侵之际 无论在争取全球援助或协调抵御行动上 网络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 报道说倘若中国切断了台湾海底电缆 岛上大多数地区将无法连上网络 进而陷入不利局面 目前没有证据显示 北京须已切断了马祖的网络连接 或打算在近期对台湾采取类似行动 我看完这个消息 我觉得这里边逻辑上有问题 所以我有时候看西方媒体的报道 他就不讲逻辑 不连贯 中间总有那么一丝 让人觉得怀疑的地方 你看 中国要用TikTok 用抖音影响对台的政策 影响对台湾的宣传 也可以叫意识形态攻击 叫认知作战 然后又切断你的网络 美国专家又说 中国可能会切断台湾的网络 海底电量进去对吧 那我切断了网络 我怎么登陆TikTok呢 我怎么登陆呢 我无法登陆TikTok 我怎么影响你 怎么发展认知作战呢 这美国的FBI 美国的这些专家 能不能回答一下 我之前一直在说 实际上美国在利用台湾问题 制裁中国 他就要找一切理由 制裁中国 那么台湾问题 实际上就是他的一个抓手 他用台湾问题 来制裁中国 来限制中国 围堵中国 他就有了一个借口 而台湾就变成 美国的一个地缘证工具 我这个频道一直给大家强调 一定要在中国GDP 超越美国之前 完成中国的统一 这就是最真实的例子 美国是中国的主要竞争对手 他用台湾问题 打台湾牌 来遏制你 围堵你 那中国GDP超越美国以后呢 你想一想 有多少国家 要遏制中国 限制中国 你不要以为你GDP超越美国以后 全世界啊 就会欢迎你中国 爱你中国 错了 就会想从你中国那儿 能得到什么好处 你是世界第一了 美国不是了 你看看现在美国面临的威胁 有多少国家希望 从美国身上获得好处的 一定要站在更高的角度来看台 所以我一直说 你从更高的一个维度来看台湾体 拉长时间 空间距离来看台湾体 这对中国才是最有利的 人的内心都是自私的 没有人真的觉得你过得比他好 他会觉得快乐 他永远是嫉妒你的 国家之间也是这样 我之前说过那个例子吧 你周边的邻居 这是你的家里人 你过得好了 你大鱼大肉 豪车洋房 别人是羡慕你吗 别人是嫉妒你 绝对不需要你过得好 国家之间也是这样 那现在中国最大的竞争对手 是美国 他都可以打台湾牌 来限制中国 用台湾问题 限制你中国的抖音发展 那你中国的其他的公司 企业 你也想一想 中国的GDP超越美国以后 有多少国家会用台湾问题 来限制中国 中国是不是更难了 解决台湾问题会更加困难 你要从一个更长远的角度 来看这个问题 可能觉得 现阶段中国GDP没有超越美国 你动手统一台湾 对中国反而不利 应该我们GDP超越美国以后 再动手 错了 大错 特错 这就大多数人的想法 实际上中了昂鲁撒克逊 中了美国人的奸计 一定要在GDP超越美国之前 完成国家统一 我不想多解释 能看懂的 能想明白的人 我觉得都是中国人的好样的 真正能把这个道理想清楚 那都是国家的栋梁 真能想清楚 但是我是支持欧亚大陆联合 欧亚大陆崛起的 那么台湾问题的解决 也就预示着昂鲁撒克逊 他被边缘化 他失去了东北亚地区 对第一岛链的控制 中国也就真正的突破了第一岛链 也就将日本韩国掌控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内 美国真正的退出了东北亚 那也就预示着中国真正的崛起 它是对中国的崛起 有一个加速作用 一定要认清楚这一点 台湾问题 很多人现在都谈台湾问题 但是没有真正认清楚台湾问题的本质 是海洋文明和大陆文明博弈的一个结果 你千万不要上了昂鲁撒克逊的当 按照他那个逻辑下 走他给你制定好的那个战略 你最后走下去会发现那是个陷阱 所以我今天就提出了 越早统一台湾 对中国越有利 不要等到中国GDP超越美国 到那个时候你的阻力会更大 最后我还是要说 我相信中国一定会统一台湾 昂鲁撒克逊一定会被边缘化 欧亚大陆一定会重新回到人类文明的中心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